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在雍城继位,十年21岁。 他面临了一条艰难的改变秦国命运的自强之路,为此颁布了朝贤令。 一辆马车飞驰入秦国,来者是怀才不遇,但不久便会明闻天下的商鞅。 34岁的他,从秦孝公的朝贤令中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。 雄伟壮观的秦国宫殿,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性的会晤。 公元前356年,商鞅实行变法,变法的主题就是两个字,更战。 秦国地广人稀,荒地比较多,所以商鞅把奖励肯荒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。 商鞅,奖励一家一户的南庚女支,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,是维护政权的经济基础。 商军书肯定篇,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肯荒的措施,辅助小农经济的成长。 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,此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,成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模式。 奖励肯荒,实质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。 西周以来实行景田制,国王和贵族控制大量的土地,使用奴隶无偿劳动,土地的利用和产量都很低。 商鞅废除了贵族的景田制,允许人们开发荒地并占为私有,自由买卖。 辅税则按个人所占土地的多少平均负担,这就极大的调动了平民的生产积极性。 公元前349年,一道诏书从秦国发出四海传播。 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,立刻免出他们三代的摇曳赴税,不用参加作战。 秦国四界之内的土地十年不受赴税。 这是一次极具进步意义的封建时代的土地改革。 上扬的土地改革,不仅针对秦人,更为天下无敌的百姓打开了希望的大门。 可以想象,听到这个消息的黎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感叹。 无数拖甲带口的人们,带着憧憬来到秦国,向着自己的土地进发。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,更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。 上扬在军队中,设立二十级爵位。 秦国的士兵,只要斩获敌人一个手级,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,田窄一处和仆人数个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,斩获两个敌人手级,他所囚犯的父母,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。 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,也可以转为平民。 斩杀的手级越多,获得的爵位就越高,这就是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。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,军功诀是可以传辞的。 如果父亲战死疆场,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。 一人获得军功,全家都可以受益。 上阳还规定,国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宗族的部级,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。 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化。 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,以及服侍穿戴,都必须遵照爵位等级的规定,否则就要受到处罚。 在军功面前,谁都没有特权,军功就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来源。 对于千千万万的亲人来说,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服兵役, 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唯一出路。 从生到死,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。 从西州到冲秋的时代,中国大帝唯一的统治制度就是礼乐千项。 而所谓礼乐就是人与人等级差别的起现。 每个人都生活在固有的等级中。 如果不是有极特别的情况,人们世代都无法改变。 奴隶永远是奴隶,贵族永远是贵族。 这就是所谓是亲是路。 这种出生的不平等,极大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 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打破这种不平等,商鞅意识到这一点。 他的变法顺应了这一点,所以立即迸发出巨大的活力。 为了变法的顺利推广,将黎民百姓纳入国家运行的轨道之中,上扬实施严密的控制,设置连坐法。 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五,十家为一十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,建立向五监督、检局和同罪连坐的制度。 告发坚韧的,可以如同斩得敌人手机养得赏,不告发的要腰斩。 如果一家藏奸,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,其余九家躺部检局告发,要一气伴罪。 旅客驻客舍,要有官服凭证,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,主人与奸人同罪。 应该看到,商应变法,从它开始的时代背景、目的,都是为了对外战争服务的。 因此,这是一部带有鲜明战时约法性质的变法。 理解了这个,才能明白,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才能发挥作用。 这个青铜所制的器皿,是秦孝宫十八年,公元前三百四十四年,商应变法时所造标准氧气。 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毫升。 从明文中,我们可以得知,这个氧气背后的价值,它由秦孝宫亲自建制。 为统一秦国十五税收之用。 而其中,也隐含着商鞅的治国理念,那就是一切标准化、制度化。 在商鞅的眼中,秦国应该成为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。 但是,如果没有统一的大脑,这台机器是无法合理运作,甚至会走向崩溃。 商鞅说,圣人治理国家的办法,就是要统一奖赏,统一刑法,统一教化。 国家应该在一个标准下进行管理。 公元前348年,一个个大小相依的秦国人,被一个新名词定义为同乡,这就是宪制。 这一年,秦国全境共建线41个,首长由中央派人直属国军。 限制的普遍推行,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,以便于巩固统治,发展小农经济。 直到现在,我们的生活中,依然能够看到商鞅变法留下的影子,限制,在今天荣必沿用。 而每个公民的户口,就是商鞅当时实行的户籍编制。 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,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。 这是中国先秦时代,最为彻底的一次体制变革。 一个以奴隶制为主的旧时代已经逝去,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新雏形,在商鞅的手中开始形成。 这是凯天辟地的第一次,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秦国在商鞅的带领下,进入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古典法制时代,在变法的列国诸侯中,完成了最为彻底的蜕变。 这台完美的战争机器依然建成。 雍城 在秦国历史上作为都城一共294年。 前一百年,它是秦人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象征,见证了秦人欣欣向荣,蓬勃崛起。 之后近两百年,它目睹秦人漫长的纷争、停滞和衰落。 直到秦孝公和商鞅连魅奏响时代最强音,变法的巨轮推动秦国急剧转型。 而此时,宝经沧桑的雍城已经显出老态。 他和他所代表的旧贵族势力,注定要谢幕。 公元前349年,秦国迁都咸阳,历史又催生了东方帝王谷内另一座辉煌的都市。